远处天空一物体90度垂直落下 瞬间起火燃烧 接着可以看到浓浓黑烟直窜天际 传出这是俄罗斯苏凯35战机被击落 战机解体被大火给吞噬 现场满目疮痍 还有一四俄军跪在地上沦为战斧 乌克兰军方宣称在第二大城哈尔科夫附近地区 俄军战机遭击落 还是升级版苏凯35四代版战机 可以挂载多达12枚飞弹或炸弹 造价超过5000万美元 相当于台币14亿 俄罗斯精锐战机之一 仅次于苏凯57 苏35它的气动力设计非常优异 代表俄国航空工业的一个水准是非常高 也就是它基础设计非常好 搭配它的AL41发动机大推力的这种引擎 可以让它做出所谓的这个眼镜蛇的飞行动作 这是非常困难的 而这回苏凯35首次遭到击落 等于14亿成了废铁 但若是性能很不错 那到底是什么状况 苏35战机是一架非常好的设计的一个航空器 不过还是无法跟目前的改良过了 美制F15或是F16 F18相比 主因是航电系统 还是不如美军 不过这项消息还没有获得俄罗斯官方证实 无军奋力一搏盼望演出逆转胜 TVBS希望能做何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